妈妈 有同学骂我 别理他们 好孩子不能骂人 有教养可不代表好欺负 教孩子一句话高情声回怼 让对方不敢再嚣张 你不要脸 不要了 送给你 刚好你没有 嘿 小矮子 狗远看人低嘛 你怎么这么丑 我是不好看 但一看见你 我就自信多了 你有病吧 我是有病 居然在和你浪费时间 你给我滚 我没你缘 要不你先示范一下 你真笨 依你的智商 恐怕发现不了吧 你真是废物 废物可回收 但你不行 告诉孩子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开 没必要和这种人浪费时间 小时候怕早恋 长大怕被渣男骗 养个女儿太难了 想让女儿未来少走弯路 开朗自信 各位爸爸们一定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做到以下四点 一 宠爱妈妈 有调查显示 从小在父母恩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身心都会更加健康 爸爸对妈妈的好 会成为女儿未来找另一半的榜样 二 富养女儿 不仅仅是经济 还有精神上的滋养 这样女儿才不会听到几句花言巧语 就被骗走 三 多夸奖女儿 爸爸的鼓励和赞美 可以让女儿更加自信开朗 获得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自身价值感 四 多陪伴女儿 爸爸的陪伴 可以让女儿更有安全感 在面对硬性时可以脾气满满 更不容易遇到渣男 家有女儿们的爸爸们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作为父母 如果你不想经手毁掉自己的孩子 这五句话 千万别对孩子说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了 对孩子出尔反尔 不仅会让他失望 也会让他变成不守信用的人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如果让孩子凡事都听你的话 他又如何能超越你呢 我养你有什么用 别让孩子小小年纪就被父母否定 认为自己毫无用处 早就告诉你了你非不听 孩子犯错 并且以精致措施 更需要家长的安慰和鼓励 而不是更加猛烈的责备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家长们有时认为的好 也未必是真的好 反而会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以上这五句话 你对孩子说过吗 自从养了娃 上学时跑不完的八百米 现在根本不在话下 这也太费妈了 有四种孩子 小时候难待 长大后可能会更有出息 快来看看 有没有你家玩 一 华牢的孩子 孩子爱说话 说明有自己的想法 这种孩子往往思维非常活跃 社交能力更强 二 爱哭的孩子 心思敏感 但情商更高 更有同理心 如果你的孩子爱哭 不要指责他 一定要多抱抱他 三 泡动的孩子 精力旺盛 思维活跃 对事物充满好奇心 更有创造力 四 脸皮厚的孩子 往往心态比较好 天生就是乐观派 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强 这种孩子的软实力 不容小觑哦 你家孩子属于哪种呢 你又在做什么样啊 快住手 孩子的这些地方 再生机也不能打 一 拧耳朵 经常拧耳朵容易造成骨膜穿孔 影响孩子的听力发育 二 控脑伤 这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 敲打这里容易伤害孩子的神经系统 无想致力发育 三 太阳穴 太阳穴的宫内壁比较薄 打这里不利于孩子的视神经发育 四 后背 孩子的脊柱发育不健全 用力打孩子的背部或腰部 容易导致脊柱损伤 五 屁股 大部分家长认为屁地上都食用 打这里最安全 其实这样也容易损伤孩子的坐骨神经哦 那不是哪里都不能打啦 孩子调皮是天性 需要家长耐心引导 非必要胡动手哦 生娃前 窈窕淑女 曲线动人 生娃淡奶后 啊 淡奶后 由于磁性激素下降和皮肤润带松弛 胸部就像泄了气的气球 失去弹性 将要恢复品拔身姿 记住下面两个动作 躺着也能拥有完美凶器 一 仰卧推胸 平躺在地面 手臂平行于地面 双手用力向上方推举 二 仰卧夹胸 手心相对 双手从两侧向中间靠拢 每个动作三组 每组二十次 坚持一百天 恢复少女身材 不要偷懒哦 收藏等于做了 看来等于瘦了 别再靠一眼减肥了 试试明星推荐的懒人减肥法 鸡妈青色 躺着就能瘦 动作一 瘦肚子 屈膝躺平 上身保持不动 膝盖向左右两侧摆动 左右各五十下 动作二 瘦小腿 同样屈膝躺平 双脚稍稍分开 脚尖抬起 放下 一分钟一组 做两组 动作三 瘦腿提臀 趴在床上 大腿和腹部紧贴床面 用脚后跟 尽力去找屁股 一分钟一组 动作四 改善驼背 拿一个枕头 便在腰够 平挡下来就OK了 这个动作 可以拉伸全身肌肉 轻松改善不良体态 嘿嘿 我来打卡了 怪不得闹闹最近成绩下滑 原来是 妈 你在干嘛 不想让孩子 对你越来越疏远 家长就一定要尊重他的隐私 下面这些事情 千万不要做 一 孩子的日记不能看 更不能偷翻孩子的书包和房间 二 孩子打电话 别偷听 给小朋友们 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 三 玩具送人钱 要争得孩子同意 更不能逼迫他分享 四 进孩子房间 要敲门 孩子也有自己的小秘密 作为家长适度放手 给孩子一定的空间 获得尊重的孩子 反而会更愿意 主动分享秘密哦 你知道经常熬夜的后果吗 哈 你不就是想说癌症 猝死心梗吗 这概率也就那么一丢丢 有一些伤害 每天都在发生 可能你根本不知道 一 记忆率衰退 睡眠能够将短期记忆 储存到大脑批存 长期保存 熬夜工作学习 效果可能更畅 二 大脑废物堆积 长期缺少睡眠 废物越积越多 会导致思路不清晰 反应迟钝 还会大大增加 老年痴呆的风险 三 影响激素分泌 研究显示 经常熬夜 会使女性经济不规律 比例提高33% 男性高童比例明显下降 相当于生哲力老了15岁 可是只有熬夜的时光 才属于自己啊 如果一定要熬夜 建议先把第一个 睡眠周期睡完 再起来熬 伤害会减小哦 会同全靠好 说出全靠少 人家的女儿是乖巧的小兔子 我儿子是磨人的小兔崽子 男孩比女孩更难待 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他们海誓六周大的胚胎时 就有了自己性别特定的 大脑结构和形态 关于语言 男孩语言发育晚于女孩 关于探索 男孩的世界 是一个动作的世界 关于运动 男孩血液中 还有更多的夺巴胺 天生更调皮 关于听力 女孩心思敏感 比男孩更善于观察 大人的表情 关于学习 男孩在大脑发育 和精细动作发展 普遍卖于女孩 你家宝贝有什么特点呢 你知道吗 普通人一生 要吃掉超过一吨的水果 可是经常吃水果的你 真的会挑水果吗 挑新鲜好看的就OK了 有些水果完美的外表 是出自水果商贩的杰作 想要吃到新鲜又好吃的水果 这份挑水果攻略 请说好 橙子 挑母的 不挑宫的 结果 挑有红黄条纹的 不挑芝麻点的 火龙果 挑胖的 不挑瘦的 西瓜 挑体不缺小 尾巴弯弯的 皮薄水分多 葡萄 最下面一颗是甜的 整串就都是甜的 你学会了吗 快去试试吧